美女竟然喜欢上了一匹白马 不料白马深夜化身为帅哥 抱起美女准备畅谈人生 而屋内也变得潮水泛滥 女孩小倩是将军之女 将军出征后 就把她突赴给乳娘照看 自此以后 小倩唯一的乐趣 就是带着那匹白马 潇洒自由地奔跑在辽阔的草原上 可很快小倩这唯一的乐趣 也被剥夺殆尽 一天她骑着白马游玩时 意外撞见了两名土匪 小倩被吓得赶忙调转码头 仓皇离去 但土匪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看见此等角色美人 只觉得是苍天眷顾 又怎会轻易放跑美人 很快他们就追上了小倩 土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上了小倩的马 而他却在挣扎间摔了下去 不经意间露出的美腿 直接刺激了土匪的脑壳子 他们翻身下马 大哥三步并坐两步 迅速地扑倒小倩 山坡下的小弟在激动之余 也准备去分杯羹 不料却被不知名的生物 给一脚踹死了 紧接着不知名生物 就把大哥也送到阎王那里报到了 过了一会小倩掀开披风查看 发现土匪都死了 而不远处站着的是自己的白马 小倩此刻觉得爹爹说的是真的 这匹白马有灵性 殊不知他们即将大祸临头 回到家的小倩 就让乳娘给自己弄了热水 准备洗掉霉韵 等到屋里只剩小倩一人时 他轻轻抚摸白马的头 脑海中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 风驰电掣过后 小倩就蹲在一旁对白马说 如果他真的通灵性 就去战场上把他的爹爹带回来 而报仇就是他嫁给白马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白马此刻的眼神变得坚定无比 似乎是下了某种决心 晚上白马焦躁不安团团转 小倩睡得迷惑 以为白马是想出去玩 就安慰他天亮就带他去溜湾 却不料白马听完 直接冲出家门跑了出去 清晨小倩醒来发现白马不在家 就拉着乳娘慌忙出去找 一天一夜过去了依旧没找到 他失落地拿着小马玩偶发呆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 小倩十分激动地去开门 可打开门却看见一个两条腿的帅哥 美女为着寸侣地走向白马 而白马也被漂亮的风景深深吸引 虽说每个女孩都希望嫁给白马王子 但小倩却是个例外 自从白马跑丢后 小倩整日茶饭不思 甚至在这天夜里唤听一阵马蹄声 可当他打开门 却发现门外是一个俊俏的帅哥 而这个帅哥就是白马变的 他问小倩那晚的话是否算数 小倩有些迷茫 他看了看帅哥衣服上的白马图案 忽然想起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 我真的把爹从站起来的机会 我就嫁给你 刹时间小倩的脸上泛起阵阵红欲 白马温柔地抱着他走进屋内 十万八千字过后 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清晨 小倩醒来没有看见白马 以为是自己做的梦 心里感到阵阵失落 饭也不吃地躺在床上摆烂 直到夜半时分 突然门外传来阵阵马蹄声 小倩和乳娘打开家门 却发现伤痕累累的白马 驮着一具骷髅 而这副骷髅正是小倩的父亲 白马遵守了自己的承诺 他看着哭泣不已的未来媳妇 多少有些心疼 屋里剩下他们两人时 白马想让小倩遵守承诺 他却产生了一丝犹豫 白马有些生气地扭过头 小倩不想失去他 就轻声安抚说了番好话 白马也开心地打着响鼻回应他 其实小倩并不需要担心 嫁给白马的问题 因为有人会帮他除掉白马 这过和拆桥也就罢了 竟然还要杀了白马 在另一个小屋子里 乳娘把白马要去小倩的事情 告诉给老伴 老伴顿时没了闲情意志 毕竟在他们眼里 动物是不能跟人结婚的 而且他们觉得白马是妖 不然这些离奇的事情怎会发生 于是乳娘跟老伴商量一番 决定除掉白马 说干就干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他们把白马牵到外边 一斧头解决了他 少女为了救父亲 竟与白马结下契约 只要他把征战沙场的父亲带回来 少女就嫁给白马 谁知他们过河拆桥 等到白马把父亲带回来后 少女的乳娘就联合老伴 把白马给杀死了 还把她的皮毛剥离下来 打算给小倩做嫁妆 原来在白马出去找寻父亲时 乳娘就给小倩介绍了一门亲事 是隔壁村的大财主 小倩为了找到白马 只好暂时答应 谁知等她再次醒来 临睡前还好好的白马 现在只剩下了一张皮 小倩伤心欲绝 她不应该告诉乳娘白马有灵性 更不敢让她去找自己的父亲 但是到如今毁之晚已 乳娘让小倩嫁给财主 但小倩却说她早已答应嫁给白马 乳娘劝她不要执迷不悟 两人都不知道 专属于小倩的灭顶之灾 即将到来 失去父亲和白马的小倩 只好被动接受这门婚事 眉眼间早已失去了光彩 这天阳光明媚 小倩整理自己的东西时 发现了那个小马王偶 过往的快乐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诡异的是她身后的马皮 竟开始了呼吸 没有发现这件事的小倩 把马皮拿到院子里晒太阳 还引来一圈小孩围观抚摸 小倩看着这幅场景不禁感叹 如果白马还活着那该多好 就可以跟她一起见证 相亲对象有多好 不仅有鼻子有眼 比白马还好看几分 还对小倩十分温柔顺从 要什么买什么的那种 这人绝对是有点大病 当着前男友的面 不停地夸赞现男友 还把前男友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这不是纯粹找死吗 吓得小孩们赶紧往后退 下一秒马皮就飘起来了 众人吓得撒鸭子就跑 而白马的脸在马皮里浮现 然后直直地朝着小倩飞去 很快她就被马皮包裹住 不停地往远处滚动 故事最后 乳娘通过凄惨的叫声才找到 挂在树上的小倩 而她早已变成等待风干的果子